国民党他们提出了这个总统不在籍投票 那但是也被质疑说是不是有一些境外 市地可以介入选举这样的风险 特别是中国戒选的状况会出现 那国安局这边有没有听估到 不在籍的投票我想我们可以参考到国外有很多的做法 各国在推动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划过程当中 也有他们的安全顾虑 那就国安局的角度来讲 你们会提醒的还是相关的通讯投票 有没有资讯安全的疑虑 那另外国人在境外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地区 假如要做远距的投票的话 他们的投票意志会不会受到一些干扰 那我想这是我们从国安角度必须做的相关的提醒 我们尊重相关的部会的一起讨论 那有需要国安局来提供意见 我们会提供我们的专业意见 在这一次的中国全国两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上 他们主要是重新定位了国务院的角色 变成是在维护其领导 以及贯彻党中央指示的一个执行者的角色 所以这让国务院将来的角色跟功能 会变成某种程度的一个线缩 那在两岸政策上 主要还是依照和平统一的路线 希望能够触统触容跟反对外力的干涉 所以我们看大概在习近平的一种 强人主导的政治之下 两会的功能变成是行李如鱼 能够做政策宣示的一个角色 但没有办法发挥实质的作用 台海的情势的部分 我们跟国防部 还有各个国安班队 都有针对各种的台海情势 做严密的监控 那有状况的话 我们也会做妥善的一个应处 特别是在整个的一个台海的军事动态 我们透过各种情牵争的方式 有严密的一个掌握 那同时也跟国际的有盟 针对中共会不会在先阶段 有武力犯台的意图 还有相关的活动 做非常密集的一个讨论 那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情姿来显示 台海的紧张情势有持续的升高 假如有任何的违异常的状况 我们也会依照我们的预应的方案来做硬阻 避免情势的升高 维持台海情势的稳定 请国人可以放心 感谢观看